魏无羡道,红衣 红衣道,公子 你一开始为何会找到我 为何会认定我不会把你怎么样 红衣浅笑不语 他的初衷与兰二公子一样 只希望公子今生幸福快乐 前世那些肮脏的事情就交给他们 这世道还配不上公子的赤子心肠 魏无羡道,回答 红衣道,公子 红衣会找到你 不过因为公子的气息太过于纯净 那是所有鬼怪向往的天堂 所以,乱葬岗上的鬼怪都甘愿听从您的号令 魏无羡也没想过能在红衣这里套到什么话 他不过好奇前世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兰战如此小心翼翼 连带着整个兰氏对他都宠得不行 红衣,那这结界你出得去吗? 算了,还是我送你出去吧 魏无羡取出乾坤袋 这里面的笛子名幻桃然 是兰战送给他的 当时他还问了兰战为何会突然想送他笛子 而兰战只回答了一句他喜欢 现在想想 他之前都没在兰战面前使用过笛子 兰战怎会那样确定 不过是前世罢了 舒缓的调子缓缓响起 一开始他只觉得这调子熟悉 让他心生欢喜 后来他才知 梦里 在一个山洞里 兰战曾为他哼唱过 也只有那一次 或许 梦里的一切便是他和兰战 前世发生的一切 可是 最后 兰战为何要将避尘尖锐的那一端指向他 取停了 红衣被送到了兰陵金市 魏无羡 失神地盯着陶燃 陶燃二字 是兰望鸡 亲自刻上去的 明明是让他最喜欢的地方 现在 他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前世为何会刀剑相对 为何他的记忆全无 只有剩下关于兰战的 他们到底瞒着他什么 公结 诋毁 是他前世修鬼道后 世人对他所做的一切吗 所以 他的灵魂始终排斥着那些世家子弟 尤其是僵尸的人 是因僵尸伤他最重吗 他来自僵尸 僵尸却伤他最重 可真讽刺 不是归处 何必勉强 世人不认可怨气 只崇尚灵气 修鬼道 会经历那些 他并不会有多意外 旁人的言论与他何干 所行所事 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心 那便好 旁人 匆匆过客 不必理会 天道的意识时 若是强是否也是因为他 蓝战能知道前世 是不是也是因为天道 还有一种竖法 回宿能发动此竖的除了天道 其他只有身负大功德的才能实现此则竖法 而代价是世间再无此人 那么 发动回宿的只能是天道 也只有天道能在他身上轻而易举做手脚 包括保留其他人的记忆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得知曾经的未来 天道啊天道 或许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不愿 不愿失去记忆 不愿对自己一无所知 哪怕那些曾经让他本能地抗拒 厌恶 记忆 他要夺回 蓝战 不想让他知道一切 只想他今生平安喜乐 那他便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那个简简单单的未应未无限 可 那一切 他要弄明白 尤其是关于蓝战的 他不想他们之间有任何阻碍 东的一声 陶然从未无限手中滑落 上好的玉石 做成的笛字就碎成了两段 蓝战 结界散了 外面火光冲天 温婿连同所带的弟子全都被活捉 丢在一处 被打得鼻青脸肿 估计自家爹娘来了都认不出谁是谁 温婿为了向温若寒 证明自己比温潮强 便请命前往蓝室 因太过于心急 便没有按照温若寒的计划行事 结果刚踏入山门口 就被早早埋伏的蓝室弟子围攻 被蓝忘机一招击败 让人活捉 然 百密一说 藏书阁的大火还是被点燃 火势浩大 尽管用上灵力也熄灭不了 温氏的人见此自是哈哈大笑 幸灾乐祸 结果就被蓝室弟子群庸而上 被揍得哭爹喊娘 那不灭的大火就像在嘲讽蓝室 做得再多也无法改变火烧云身之难 更别提更加艰巨的未来 蓝忘机看着那熊熊的大火 好像曾经那些美好的记忆都只是虚幻 现在正一点点地被瓦解 这回溯更只是他的一场大梦 梦一醒 他的父亲还是离世 魏英也再也不会回来 蓝忘机愣愣地伸出手 下一刻立刻被大火灼伤 白皙的皮肤立即红了一大片 蓝启人道 忘机 你作甚 蓝启人气急地吼了一声 那大火连灵力都灭不掉 他这肉体繁胎还敢去碰 是咸活得不够吗 蓝忘机道 舒服 烧了 蓝忘机有些不知所措 藏书阁是重点防护的地方 结界是专门请长老出关重设的 可这火为何还是点燃了 就连火的源头都找不到 就好像是凭空骑的火一样 蓝溪尘走到蓝忘机身边 忘机 被烧的只是一个空壳子 等大火过去了 再重建一个就好了 比起前世 这损失已经降到最低了 蓝忘机不语 这是事实他自然清楚 可是火烧掉的 不仅是一个藏书阁 烧掉的 还有他年少时所有的美好记忆 有关叔父的 兄长的 还有魏英的 魏无羡道 蓝战 蓝忘机道 魏英 蓝忘机不可置信地看过去 本该在屋子里的人出现在这 逆着火光 神色看得不真切 虚虚换换好不真实 魏无羡拿出断成两节的笛子 蓝战 笛子 断了 蓝忘机争愣了片刻 却突然吹来一阵大风 那大火猛地冲向魏无羡 魏英 魏无羡时直举到唇前 虚 大火竟逆着风换了个方向 直冲九霄 蓝氏众人都震惊地看着他 愣是抛弃了哑正 张大了嘴巴 他们真的不知道魏无羡有控制火的能力 魏英 你如何 在大火扑过来之际 蓝忘机便已冲到魏无羡这边来了 蓝战 我没事 魏无羡看了一眼温絮 我们先把温大公子压下去吧 蓝启人语调仍然有些颤抖 叫人把温絮等人压下去 关押了起来 处理好温室的人 蓝家两倍人才围了上去 刚刚蓝忘机才碰了一下 就被灼伤了一大片 更何况魏无羡是直面那大火 尽管危急关头那大火转了个方向 可他们仍然不放心 魏无羡也知道他们着急 这才娓娓到来 那大火只是一个幻境 是他前些日子设下的 为的就是糊弄糊弄温室的人 至于蓝忘机手上的伤口 仅仅只是他们的错觉 清衡君 这才真正见识到魏无羡的厉害 但口头上不说 脸上的神色也甚是严肃 无羡 遇到无法应对的危险时 不要正面硬扛 这次是幻境 那下次呢不要让身边关心你的人担心 可知 魏无羡道 小子明白 清衡君道 确定没有受伤 魏无羡道 没有 清衡君道 那你和旺姬先下去休息吧 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 魏无羡总觉得清衡君意有所指 却也只是向他们行了一礼和蓝忘机回去了 蓝起人道 兄长 魏英他 清衡君长叹了口气 过来人罢了 只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一时隐瞒而伤害了对方 坦诚相待 才是两人能长久相守的关键 蓝起人见 两人越走越远 直至消失 才收回视线 兄长 温氏已经行动了 接下来是要按计划行事 还是 既然温若寒敢来犯 那便送他一份大礼 蓝起人默默咽了咽口水 以前父亲经常闭关 一年都很难见到他 说实话 他和旺姬对父亲是有如目之情 可到底还是与父亲有些生疏 也没有多了解他们的父亲 现在看来 他们的父亲并不像平常的蓝氏之人 该报的仇当场就报了 不讲所谓的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也对 面对什么人 就讲什么道理 遇到小人就要采取特殊手段 君子从来都不是在礼仪举止上 而在心性上 是否对得起天地 无愧于心 清衡君道 西陈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谨记 蓝西陈道 西陈记住了 竟是 蓝忘机和魏无羡 两人相对而坐 一路走来 两人都没有说话 都在思考着清衡君最后说的那句话 我为你好 所以隐瞒着你 到底是对是错 一时的隐瞒 或许真的对对方好 但真的可能 一直隐瞒一辈子吗 只包不住火 在小心 再谨慎也有疏忽的时候 一如今日的藏书阁大火 魏无羡道 蓝战 我有话对你说 蓝忘机道 魏英 我有话对你说 魏无羡道 你先说 蓝忘机道 你先说 魏无羡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他之前 怎会有那些担忧呢 若说世上 谁不会伤害他 非蓝战莫属 怨气也好 灵气也罢 他都只是魏英 是那个想方设法 套路蓝战的魏英 现在好不容易把蓝战套牢了 怎能因为自己不自信 就隐瞒着蓝战 就无意识地把他推远呢 那就是啥 蓝忘机看见他的笑颜 便心生满足 那就是他今生所追求的 害怕他知道前世之事而难过 可他忘了 魏英 从来不具任何苦难 乱葬岗他都能闯出来 怎会惧怕那个 只是存在于 他的说辞之中的前世 魏无县道 蓝战 我们共情吧 蓝忘机道 好 共享记忆 推诚不公 从此再无隐瞒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